第四百一十五集 殿中那座古塔一下子崩碎了 炎如玉风花绝带独立场中 他以集道武器将古塔化成积分 那名对手灰飞烟灭 他破塔而出 同一时间 很多圣地的门徒快速倒退 为首的人都是道宫四重天的强者 方才他们都守在古塔周围 有什么目的无需多想 并不是每个圣地都有集道武器 东荒总共就那么几件而已 若是炎如玉隐落在此 对于一些人来说 比一切机缘都要大 可惜诸多圣子早早地被定在了半空中 这是他们自己始料不及的 段道长 你什么意思 炎如玉听听玉力站在场中央 盯着近前的一片虚空 一道胖胖的身影显化而出 短得善善的笑着 我是怕炎公主有闪失 故此在旁守护 看见这死胖子夜凡心中一灵 这个家伙果然早就来了 身藏不漏 胃口太大了 竟然打起了集道武器的主意 炎如玉 神色平淡 无暇欲容 没有任何表情 不再多说什么了 手心光芒大圣 集道纤维更加恐怖了 段德快速倒退 宁公主 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有几个胆子敢抢你 空穴王 青椒王 老鹏王都在外边 除非 我不想活了 这些话语一出 所有人都变色 不止圣地的太上长老 有人来 连三大妖王都同时现身了 段德 我告诉你 我爷爷无道也来了 吴中天咬牙切齿 段德听闻此言 顿时一缩脖子 曾经到过人家祖坟 要是被堵在这儿了 那可真是不堪设想 叶凡暗中传音 黑黄 拿来 将那张古卷从顶中射了出来 持在手中 就在这一刻 让所有人都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段德头顶一个破碗 竟如鬼魅一般冲向了混沌石 立场不能阻挡他 哗的一声 段德一冲而果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一把将叶凡手中的古卷夺去 可谓深处鬼没 他哈哈大笑 大嘴都快咧到耳根处了 不过他并没有满足 一只大胖手竟然向叶凡头上的顶抓去 这时候 汪汪汪的叫声 全废 响彻大电 段德那嗷嗷大叫 连连抖动右臂 在这一瞬间 他被咬了十七八口 从手指头 一直咬到手臂处 无量的大爷个天村 这谁家狗啊 段德呲牙咧嘴疼得大叫 连连的抖动手臂 可是 他根本无法摆脱黑黄 大黑狗张开血盆大口后 能将一个大碾子吞下去 此刻可着劲的撕咬 段德是嗷嗷的叫 大黑狗呢 是望望望的叫 一个是疼得钻心 一个是咬得用心 一个想要摆脱 另一个死不撒口 黑黄的本体相当的大 从顶中坦出的硕大头颅 着实有些声猛 狂咬段德 差点将其半边身子 都给吞下去 当的一声 大黑狗 一双大爪子 一下子按住了段德头上的破碗 突然舍弃无良道士的手臂 一口咸住破碗 死命的往回夺 他从来都不是个吃亏的主 尽管兽皮骨卷是有意送出去的 他也觉得不能白便宜了对方 健保起义 想把短德的神物给划了过来 无良天尊 气死贫道了 从来都是他抢别人的宝贝 今天不仅被勾咬 还要被勾抢 短德鼻子都快气歪了 破碗轻颤 顿时震出一股可怕的杀伤力 黑黄大吃一惊 神识中冲出一个金色的铃铛 叮铃铃的摇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叶凡出手相助 催动自己的顶 打向缺德道士 可是这个破碗依然让人心急 运有无法想象的可怕为能 但并没有真正的释放出来 大黑狗心头一跳 额头裂开一道缝隙 第三只树眼张开 射出一道无光 贯穿向短德的石海 叶凡也感觉到了危险 而话不说 眉心的金色小壶 也射出一道寸许长的金剑 斩短德的鳄骨 无论是大黑狗的金色领导 还是叶凡的顶 都被破碗挡住了 兵器攻击效果不大 但是神识攻击太突然了 短德大叫一声 当场中招 两枪后退 卷飞声震天 大黑狗突然冲出顶 趴在了碗上 以金色的铃铛防护 抱着破碗死不撒爪子 同时强大的神识 如潮水般撑击 不好 快退 叶凡低喝 这个碗不是寻常的东西 让人有惊悚的感觉 他怕大黑狗出现闪失 黑黄林退前 一口咬住了短德半边身子 将盗袍都给扯碎了 化成一道无光 退回了叶凡的顶中 无良倒是被咬惨了 一身道袍破破烂烂 跟个要饭花子似的 身上到处都是狗牙医 咬多狼狈 有多狼狈 无良他妈的天尊 倒也我被狗咬了 无良无始 本皇咬牛鼻子了 大黑狗针锋相对 哪来的狗咬 无良倒是一脸的晦气 看着一身的狗牙医 他很想现场吃黑狗肉 他头一次吃这么大的魁 这是谁家的牛鼻子 没拴住啊 大黑狗也是一脸的不爽 嗷嗷的呼喝着 觉得倒是鼻子差点气歪了 到底我还想说呢 这谁家的狗没拴住 本皇我还没说完呢 谁家的牛鼻子跑出来了 大黑狗呲牙咧嘴 在场的人瞠目皆说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极品 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叶凡呢 确实想笑 这死胖子从来不吃亏 抢过他不少东西 后被各大圣主填进 腰底阴坟内 都活蹦乱跳的跑了出来 今天难得的吃别 算了 本皇懒得跟你一般见识 大黑狗占足了便宜 最后露出一副 懒得理你的样子 武良倒是用手指点黑黄 刚想说什么 却被叶凡给打断了 道长 你什么意思 他故意沉下脸 神色不善的盯着断德 虽说咱们有些交情 但却这样算起故人 你说得过去吗 武良天尊 贫道是怕夜小兄弟吃亏 这么多人虎视眈眈 故此先替你保管古卷 到时候还会少了你的好处吗 胖子 你这样贪婪 会遭报应的 叶凡没有再多说什么 面上不渝 心中却在畅快大笑 断德可在混沌时形成的立场中自由出入 场能根本定不住他 那个黑不溜秋的破碗 溢出丝丝涟漪 抵消了这种禁锢 黑黄对叶凡传音 这破碗中一定有了不得的东西 看样子被封印了 他并不想暴露出来 真是不可想象 叶凡点头同意 他不想真正与这死胖子翻脸动手 这个家伙身藏不漏 指不定有多少底牌呢 其他人也都很吃惊 猜测不出 断德到底有什么样的起宝 但是肯定非常的惊人 唰的一声 光芒一闪 断德退出了混沌时形成的立场 降落在地将古卷收进怀中 所有人都盯着他 尤其是半空中被定住的圣子 与圣女们全都非常不甘 不是他们修为弱 实在是缺少一宝 被束缚在这里 根本没有办法 言如欲怜不轻疑 似笑非笑的看着他 面对手持 极道兵器的妖族公主 短德呢 如临大敌神色 阴晴不定 动了一声 混沌时上 离火神炉震动 被封在里面的三人 不想坐以待毙 竭尽所能冲击 遥光圣子 金翅小鹏王 姚夕 没有一个是凡俗之辈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无量的大爷个天尊 老子在遮天里面 英俊潇洒风流替他 怎么到盛须里边 投胎成楚风的儿子了 真是 岂有此理